穆安德烈小传 作者 威廉林·塞沃克 前言 穆安德烈是一位神大用的器皿 许多属灵的伟人都曾从他逮着帮助 麦尔给予穆安德烈的书高度的评价 麦尔这样说 我盟主护照到世界各地传福音以来 曾读过许多书籍 其中有以穆安德烈的书最有吸引力 他的书若不是排在第一位 也应列在前面几位之中 我的心深受穆安德烈的注述所感动 我正想选择其中的精粹 读给弟兄姐妹听 如果在各地的信徒广泛地阅读他的书 我深信将在世界各地带起一个空前的大复兴 宾路易师母也从穆安德烈的书 得到许多属灵的供应 他读了穆安德烈著作的《基督的灵》 坦承他属灵的眼睛被开启了 在启示中更深一步地认识了基督 早在1929年 在中国的尼拓生弟兄 就在他主编的复兴报上 发表了穆安德烈的信息《基督的十字架》 感谢主 尼拓生弟兄在70年前 已将穆安德烈从神所领受的宝贵话语 与中国各地的弟兄姐妹一同分享 穆安德烈的祖先 一直是敬前爱主的基督徒 这个代代成绩下来的属灵产业 诚然是无价之宝 这个无价之宝的产业 其恩则不止使后代得益 也无可避免地流传到世界各地 然而 一切属灵的祝福 有赖于祈祷的灵去扶持 神所祝福的家庭 是恩典的输送管道 人能出生于这样的家庭 却是一种高贵的权利和特别的恩典 但是在同时 也承担了一项沉重的责任 仇敌的攻击 世界的诱惑 人天然的软弱 都在影响着这些家庭下一代的属灵成长 作为父母的人 一旦属灵的生活趋向松懈 不谨慎小心地去持守神的托付 这种属灵的产业 不久就会被消耗掉 丧失殆尽 莫安得烈的家族 世世代代蒙福 应验生命纪十二章二十八节提及的神的应许 你要谨守 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 行耶和华你 神眼中看为善 看为正的事 这样 你和你的孩子 就可以永远享福 第一章 积蓄祖先用清洁的良心式奉神 穆安得烈生于1828年5月9日 与他的父亲和祖父同名 他的原祖属于苏格兰的古老的光的长老会 这是一个极其前进的宗派 他的最近数代祖先世代以来 居住于苏格兰的亚伯丁郡 他的祖父圣年时不幸逝世 临终之夜 大声为他的四名儿女提名祷告 大儿子约翰 莫安得烈的伯父 当时才十二岁 在床榻之旁 听闻父亲的恳切祷告 大受感动 决意终身奉献为主工作 同时立下志向准备自己 莫安得烈的伯父 后来果然成为亚伯丁一间礼拜堂的牧师 直到中年不错 莫安得烈的父亲 也下定决心侍奉主 对南非荷兰属徒有负担 故前往荷兰学习了几个月荷兰文 老莫安得烈身为母亲 莫安得烈的祖母 宠爱又不敢拒绝来自南非洲的护照 在辞别躺卧病床的母亲时 不敢说出将往何地 老莫安得烈告别母亲后 其母亲不久也随着离世 老莫安得烈抵达南非后 被荷兰改革宗长老会 安排在好望角殖民地 一个重要市镇 葛莱夫瑞奈的教会释放 他前后在那里牧养教会 长达四十五年之久 深得当地人士的敬爱 许多圣经的话语 因着他着重的反复传讲 就深深地刻在他儿女的心坎里 每逢星期五晚间 他必专一地为教会的复兴祷告 他的孩子们永远不能忘记 他们怎样有时站在书房的门外 窃听父亲大声地祷告神 恳求神将圣灵浇灌下来 老穆安德烈非但为着 葛莱夫瑞奈的教会祷告 也为南非各地的教会祷告 他甚至为全世界各处的教会 急声祷告 老穆安德烈的妻子 玛利亚史提格曼 穆安德烈的母亲 是个极适合的侍奉伙伴和助手 他的特点是知足而有安息 其秘诀就是与神交通 他从不忽略在隐秘处的灵浇 当他关上房门与神交通之时 孩子们和庸人都晓得不可搅扰他 即使有需要 亦不敢轻易叩门 这个家庭的主要特征是尊敬 全家尊敬神和神的话语 妻子尊敬丈夫 儿子尊敬父母 仆人尊敬主人主妇 儿女们在主的道路上和话语上受训练 学习顺服 父亲的话虽是家法 然而在这个家庭里 爱是完全的锁链 爱把这个家庭捆锁在一起 第二章 我用磁绳爱索牵引他们 格莱夫瑞奈的教育环境欠佳 师资的品质不高 老穆安德烈爱子新切 常为两个儿子 穆安德烈和他哥哥约翰 的教育问题迫切祷告 当穆安德烈十岁时 就与十二岁的哥哥约翰 被老穆安德烈送往苏格兰读书 当时由于两个孩子太小 不适于外出航行 老穆安德烈委托一位 为理会牧师亚杰贝尔 乘该牧师度假时 携带两个小孩子到苏格兰 1838年7月 穆安德烈就与哥哥约翰 到达亚伯丁 兄弟两人从此寄养在 伯父老约翰的篱下 历七年之久 在这七年之间 伯父伯母从未在两个折身上 找到明显的错处 可见穆安德烈兄弟 在南非时的家教 是何等良好 而他们在 葛莱夫瑞奈的家庭祷告 包括父母的私自祷告 是何等有功效 和有能力 当时在苏格兰的教会 蒙神祝福 满有蓬勃的景象 属灵的大汉 如扎麦氏 马奇尼 宾伟廉 和波纳尔兄弟两人 正被神大大使用 参加扎麦氏的 大帐篷聚会的会中 多达六千至一万人 穆安德烈兄弟 几乎从不错过 扎麦氏的聚会 穆安德烈听完 扎麦氏的讲道后 更负责在餐桌上 向伯父老约翰 转述扎麦氏的奖章 其他大不到家的复兴会 若有穆安德烈参加 也照样由他向伯父转述 这些说话的操练 对穆安德烈大有帮助 日后从他的讲道和著作 明显地反映出来 穆安德烈和哥哥约翰 既受这种属灵环境的熏陶 就不知不觉地内心倾向住 并催促他们 走向侍奉神的道路上去 这在穆安德烈与他父亲来往的信杂上 可以看出 他父亲老穆安德烈 曾这样写着 我不愿意你拣选法律 因为今日的裁判官与辩护士道德破产 人格低落 令人触及胆寒 假若你倾向神学 或医学或商科 我认为在好望角和别处都有出路 如果我在你的景况下 我愿意注意在印度的步道工作 这里值得伟大的人来思索 来渴慕 接到穆安德烈来函 得知苏格兰西部有复兴 心中何等欣慰 无论何处有灵魂归向基督 都使我的心灵雀跃 尤其可喜的是 我亲爱的孩子们 虽数年轻 已能心里向往这些事 我要恭贺你拣选传道的事业 我心中高兴 因为主乐意看到你真心诚意地走上他 为你安排的道路 我所爱的孩子 我相信这时你已奉献你的心 给耶稣基督 从今直到永远归属于他 不管美名恶名 都一心跟随他 在南非教会侍奉神 不会带给你属地的财富 或今生的舒适 却会攻击你一块肥沃的田地 在一般和善宽人的百姓中间 可以尽情服侍 我在这项工作上 已有二十二年以上的侍奉 心灵非常喜乐 同时我也能谦卑地相信 在神的祝福之下 我的侍奉却得到相当大的果效 我提起这些 无非要鼓励你 做你的借敬 1845年4月间 穆安德烈和哥哥约翰同时毕业 得到文学硕士学位 他们为着将来要在南非荷兰 属土各地从事教会的改革工作 必须重新温习在幼年时所学的荷兰语 因此穆安德烈兄弟二人 为了要终身侍奉神 前往荷兰的乌特勒克学院 继继继续深造 去接受神学课程 他们兄弟两人在荷兰学习 一共有三年多之久 第三章 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得到 穆安德烈兄弟二人 于是由苏格兰热烈的属灵空气 转入荷兰冷酷死沉的遗文内 老父有仙剑之名 欲先修书警告他们说 你们既立志已传道为事 哦 让我恳切劝告你们 过一种警醒祈祷的生活 使你们得蒙保守 脱离情绪上的错误 不致偏离行为上的正路 不久 你们会听到同学们 甚至教授们 侃侃发表神学上的意见 使你们受惊彷徨 你们领受这些言论 要特别小心 不可理睬 是某某等名人所主张 要学习做尊贵的比里亚人 在可称颂的灵的引导之下 默念你们的圣经 和醒察自己的心 你们就必被引导 进入所有的真理 在结交朋友的事情上 你们会遇到一种试探 就是荷兰的江酒和烟叶 你们必须拒绝 这些可增的习惯 必要时 你们可用荷兰 优良的茶叶或咖啡 款待朋友们 在这些事上 不要害怕与别人有差异 无论人介绍你们看什么书 都不可忽略读圣经 这件事必须每日去做 且需用谦卑和经常的祷告 来仰望圣灵的引导 他们带有介绍信 去见盖贝多博士 盖博士是热心福音工作的 小团体的领袖 由盖博士得以认识一些同学 彼此结为密友 当时有几位热忱的同学们 发起一个小小团体 互相切磋 准备将来做事奉工作 团员一致决定 在聚会时不喝酒类 只用咖啡、茶和荷兰巧克力 因此遭到同学们歧视击次 加以魂名称之为 巧克力俱乐部或祈祷会 同学们对弟兄们仇恨之深 甚至在教室内 亦不与他们并肩而坐 出入也不与他们相邪 俱乐部的弟兄们 也热心传福音 莫安德烈就在弟兄们 中间有了得救的证实 1845年11月14日 他禀告双亲 我有极大的喜讯通报你们 你们必定欢喜 连天使也都跳跃快乐 你们的儿子现在已经重生了 我难以用文字表达所感觉的 过去在信杂和谈话间 我对于这些事总保持一种沉默 迄今我尚不知如何用文字表达 当我回顾神怎样带领我直到今日 我必须承认神所说的 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 令他们走不知道的路 最近二三年内 有一种内在的变化发生 一时神情肃穆 一时魂忘一切 魂忘后又既已严肃 如此不断变化 我就在这种不安定的情绪下 前来乌特勒克 启程前俗世繁忙 你们能察觉出 我缺少严肃 在航行三日内 又来一段严肃的时期 离别和回忆 使人反省自己 比荷兰后 我想我的祷告 转为更恳切 我只晓得这点 其他就茫然不知 然而 从前我是瞎眼的 如今能看见了 我一直以为人得救以前 必须先深深看见自己的罪 这种思想长久以来困扰着我 如今我不能说 我对于罪有那种深刻的感觉 如同许多人所表达的 我却能相信而且觉得 我且能这样说 我有把握我这个罪人 已经投靠了基督 亲爱的双亲 我还能说什么呢 只求你们 与我一同赞美主 我现在心平气和 虽不能说 这是什么特别高兴的时节 却自念已经享受了一种 像神真实的信心 我所经历的 为时不久 我不敢说 永远能这样平顺 实际上 我已经开始领略到我的罪孽 隔离了我和我的神 使我感觉一种畏惧 自恨因罪恶的拦阻 而祷告不顺畅 11月24日 他又禀告双亲说 我重新提笔作书 自残无力述说万一 我的心纵然火热 我的笔却迟钝 捉奔 有时我想人能被带到一个地步 不能做任何事情 只能专心赞美那位爱我们 用自己的写实 我们脱离罪恶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 做他父神的祭祀的基督 将有何等的荣耀 但是在我们的里面 必须先有一个极大的改变 才能准备做这种赞美的工作 在他18岁生辰的前夕 穆安德烈写着 明日是我一年的结束 过去一年实在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关键 我丰满地经历了 神如何善待一切寻求他的人 哦 这是何等的慈爱 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 他自己将一个寻求他的意念 种在我们里面 前函我述说了我所认为的得救经过 感谢神 我仍旧相信这是他的工作 我虽不能说 今日还像当日那样的享受神 却能说在主里面 仍旧大有喜乐 哎 惭愧得很 在我身上也有许多罪恶 可是靠着恩典 我一直能信靠 相信那位在我里面 动了善功的神 必能完成他所开始的功 在我出世之前 他已经爱了我 巴布的我能领受恩典 使我更圣洁地行走在他的面前 1848年5月9日 恰巧是穆安德烈的20岁生日 这一天 穆安德烈和哥哥约翰 正式从神学院毕业 同时被案例为牧师 穆安德烈悲叹说 像我这样不配的人 主为什么将我放在牧师的职位上 让我面对沉重的工作 而生力不从心之感 为什么我寻找不到 那能胜任的能力呢 穆安德烈兄弟二人学成 也就准备回到非洲 在荷兰的弟兄们给他们送行 穆安德烈称那日是个重要的日子 其中的经过 有一位弟兄记录如下 我们觉得有再一次联合祷告和赞美的需要 我们十五人聚会 在表明主的死 并且等候主的再来 祷告任最后 大家分灵饼和杯 我们有感谢的祷告 彼此交托在神的爱和信实里 晚上七时又重新聚会 有祷告 唱诗 读经 九十晚餐 然后跪下祷告 感谢神给我们三年宝贝的巨首 又能在今日 把我们亲爱的捧返 交托在神的爱里 在他没有改变 也无转动的影 大家围着约翰和穆安德烈 合唱诗篇一百三十四篇 我们都失声痛哭 拥抱我们所最亲爱的弟兄 第四章 我为你的殿心里交集 如同火烧 穆安德烈的第一个工作地点 乃是波罗方丁 那里周围五万方里 居民则有一万五千人 但散布在各乡镇 这个未开发的地图 充满了野兽和野蛮的人 在这种地方工作 却非容易 四年后 他写信给父亲 这样说 我个人有许多理由 应当感谢神 不只为这外面的恩典 更是为这里面所经历的 神爱的实在 和他的同在 尝试我的日子甜美 追忆处处茅庐的我 回顾所遭遇的危险 时时处处看出神在眷顾我 我深深感觉 这不是出于我的警醒或忠心 唉 当我出来此地时 我的鼠林光景 是何等的可怜 是的 直到如今 我还是这样的可怜 我能真实地说 他引导瞎子 行不认识的道 但是 当我转眼 看我思维的人 我的平安立刻远离了我 疑惑黑暗 占据了我的思念 我不晓得该想什么 我自己缺少敬钱 尤其缺少信而恳切地祷告 我疏忽了许多 彰显神的灵和恩典的机会 我思维的人 也有他们该负的责任 他们拒绝了我的信息 这些思想 穿梭交织在我里面 使我惆怅迷惘 也许这些就是神所命定的 叫我不得不单纯地 投靠我所侍奉的主 向他支取恩典 使我在他的工作上有更新 更完全地顺服 哦 但愿我能感觉得不错 我是属乎神的 哦 我曾经这样想 如有烧红的铁 将他的名字烫在我身上 使我受警惕 更记得我是他的产业 我乐意忍受这种痛苦 若是他的名号 能刻入我的皮肉 我绝不退缩未必 只要能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使我确实觉悟 我不是属于自己的 可是明知信心地祷告 会给圣灵机会 来刻印主耶稣的圣洁 在我里面 肉体却多次拒绝 这条如愿以偿的道路 哦 但愿来年 我能有更属灵的侍奉 他自己的感觉是这样 但是旁人描写 他是一个热心的年轻传道人 处境艰难 却能谨慎行事 十分称职 他尽力工作 在那个时期 他侍奉的特征 乃是热爱灵魂 恳切万分 人从各方面为集来 听这个奇妙的年轻人传道 许多人因他得救 他讲道的时候 聚精明神于信息里 甚至击落圣经 推翻临时讲台 都无所感觉 他的责任虽然已经够重 但他却有更大的负担 在维尔河北岸 上有七千游民 漂泊十二年之久 无人传福音给他们听 莫安德烈就决意利用 每年六个星期的假期 渡河去向他们传讲福音 这项工作十分艰苦 在雨季到人烟稀少的野地旅行 并无康庄大道可走 只有阳长小路可循 他时常骑马 十至十四小时后 才到达人口汇集之地 出发未久 他就受寒得了 先发冷后发热的病 然而他仍勇往直前 待地文保 病体不知 倒下六周 他变得骨瘦如柴 莫安德烈回到 伯罗方丁后 医生诊断说 我怕你永远不能再讲到 你只能安心在沙发上 度过你的余生 然而 他再度到维尔河北岸 探望那里的居民 不畏辛苦地传讲福音 这样一来 他的健康再度恶化 身体衰弱 他的背 胳膊和手都疼痛 1854年 穆安德烈回英国养病 抵音后 医生说 穆安德烈若在非洲 多逗留一个月 将会疑病不起 医生说 穆安德烈的身体结构 已经严重地受损坏 必须长期疗养 结果他在英国居住了一年 又九个月 才回到南非服侍主 在南非 神有更大的工作 等着他去完成 第五章 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 1860年 穆安德烈得着引导 前往武塞斯德工作 那里神已经兴起一般带岛的人 他们偿赴山顶祷告 从该据点可以服揽全村 带岛的信徒们觉得 在山顶祷告更有力量 多年的攀登 留下阳长小道 清晰可见 复兴的风云欲吹欲觅 祷告聚会的人数显然加增 而且空气热烈 某主日晚上 在一个小厅里 聚集了约60位青年人 四五个相继献尸祷告后 有一个黑女孩 年龄约15岁 在海思河一家农田帮工 她在后排站起来 问大家可否也让她简易首诗 得着许可后 她提示而后 恳切地祷告 当她在祷告的时候 众人仿佛听见 有一阵遥远的响声 自远到近 直到全听好像都震动了 除了一二个人例外 其余的人全数开始祈祷 大多数人高声呼求 也有些人窃窃私道的 会场的祷告声音 如雷战耳 有一位长老经过那里 听见响声 往里窥看 赶快请穆安德烈来 穆安德烈到达后 走进台前 按手在做主席的弟兄身上 叫他起来 问名究竟 就走到厅堂中间大声喊说 安静 可是祷告继续不错 穆安德烈又喊说 我是你们的牧师 神所拆来的 大家安静 祷告的声音仍旧不息 没有人听它 大家呼求神来怜悯 来赦免 穆安德烈又设法唱诗 人还是不断地祷告 最后穆安德烈说 神是一位有自序的神 而这里却杂乱无章 说完 穆安德烈离听而去 此后 每晚都有祈祷会 聚会的起初 总是十分安静 经过二三个人祷告后 全听活跃起来 人人开始祷告 有时聚会继续至凌晨三时 还有人愿意留下 他们回家之时 沿街唱诗 不久 小厅不够容纳 被迫迁往一间学校 结果学校又是满座 有数百名农民 从四乡赶来赴会 在第一个周六晚上 穆安德烈在一个 较大的厅里领会 他读了一段圣经 稍微解释一下 而后就祷告 并给别人机会祷告 在祷告的时候 那响声又从远处传来 越来越近 忽然整个会众都祷告起来 当晚有一个陌生人 站在门口 自始至终注意着这个聚会 当穆安德烈请求 当穆安德烈请求会众安静时 那位陌生人走上去 对穆安德烈说 小心你所做的 因为神的灵在这里工作 我刚从美国来 在那里我见了 在那里我见了同样的光景 有了重大的改变 第六章 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祂的美意 1895年 穆安德烈受邀带领英国的开西聚会 那是一个专门注重圣洁生活的聚集 穆安德烈这样见证说 我愿意为着神的荣耀 来述说祂如何带领了我 有人知道 我很着重基督徒生命的二层 并且如何从首层升到二层 其首十年我个人的属灵生命 显然是在低层内 我是个传道人 我能说我热心于工作 以侍奉为乐趣 爱好我的直视 并不逊于别人 但是在那些年间 有一种不满和难以形容的不宁 焚烧在我的心里 原因何在 我所学习的神学 从未确定顺服是可能的 我的称义明静如日舞 我晓得何时从神接受赦免的快乐 我可以回忆在 在波罗方丁的一间小室内 时常做下思索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现在我确知 神借着基督的邪已经称义了我 但是我没有侍奉的能力 我的思念 我的话语 我的动作 我的不忠 每件事都使我彷徨迷惘 在我思维的人都以为我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 可是我对我的生活是极端的不满 我竭力挣扎 尽力祷告 你们知道神怎样在旷野率领 以色列人四十年之久 而那段时间就是我的旷野经历 我纵然全心侍奉主 内心却时常感到暗淡 满了重担 感觉自己实在得罪了那位 爱我圣如命的神 在他的大怜悯下 主这样带领我 在波罗方丁寄居了十一 二年之久 后来他引导我往伍塞斯德 那时期大约是神的圣灵 大大浇灌美国 苏格兰 爱尔兰之时 在1860年 我到伍塞斯德仅仅六个月 神就借着我所讲的道 倾倒他的灵 在慧众身上 尤其是在我寻行乡镇之时 有一种不可言状的祝福 临到了我 我的第一本荷兰文书籍 《住在基督》里 就在那时期写成的 在此 我愿意你们晓得 一个传道人或著作家 常被引导 说出超过他自己 所经历的话语 我并没有全部经历过 我当时所写的 直到如今 我还不敢说 我已经透彻地经历了 只要我们心中诚实 在各种境遇中寻求 倚靠神 虚心领受真理 神必定点活 那个真理在我们心里 1862年 穆安德烈正值34岁 南非的荷兰改革宗总会 已认为 穆安德烈备受敬重 有属灵的分量 一致推选 他为主席 在穆安德烈的生前 前后一共有六次当选为主席 1864年 穆安德烈被开普顿一间教堂 聘请为牧师 那间礼拜堂 有三千多个弟兄姐妹 穆安德烈经常登门 去探望他们 他认为 探望那些灰心的 冷淡的 退后的信徒 用爱心挽留他们 才能把他们带回来聚会 穆安德烈在开普顿 除了到弟兄姐妹的家中探望之外 并抽空从事他的文字工作 他默想 十篇五十一篇之后 以请联名我为题 出版了一本书 1865年秋天 穆安德烈担任了 开普顿基督教青年会的 第一任主席 以后连选连任 在任内鼓励了当地的 不少青年人 忠心跟随主 1871年 穆安德烈离开开普顿的教堂 接受呼召 前往一个草原上的乡村 威灵顿 在那里的一间 小教堂当牧师 这时候 穆安德烈步入中年 已是四十三岁 穆安德烈在幽静的乡村环境中 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和感悟 他在威灵顿写了许多属灵书籍 他著述的真葡萄树一书 刻画了葡萄树平实的和朴素的角色 神对葡萄树的修剪 使葡萄树 结出累累的果实来 真葡萄树 引述约翰福音十五章 一节主耶稣的话 我是真葡萄树 穆安德烈这样深树 地上所有的事物都是影子 它们所反映的是属天的 一切可见的受造之物 都只是树说 彰显那看不见之神的荣耀 主耶稣告诉我们 我是真葡萄树 他也同时告诉我们 地上的葡萄树 是他自己的一幅图画与表彰 主自己才是属灵的实际 穆安德烈强调 我是真葡萄树 是一个属天的奥秘 我们可以借着 默想地上的葡萄树的 许多优美的品格的特性 叫我们更深入地认识 真葡萄树 这本书实际上 也是穆安德烈属灵生活的写照 在穆安德烈圣年之时 神有更美好的旨意 把他从宣华的城市 开普顿带出来 让他在一个田径的乡村 威灵顿 度过他的四十五年余生 底下是穆安德烈 在威灵顿 对属灵生活的回顾 好 神帮助了我 有七八年之久 我不断地询问 寻求 而且经历 到1870年 当圣洁运动兴起时 在复兴报上 灯载的信闸 摸着了我的心 我关心神在牛津 和布莱顿所做的工 而且 我还和那里的弟兄们 维持着密切的交通 这些都帮助了我 以后 我若有机会 讲奉献的时候 或者我可以透露一些 谋完 我在开普顿 自己的书室内 所经历的事 无论如何 我不能说 那就是我的拯救 因为我以后 仍旧有挣扎 我要说的 乃是我们需要 完全的顺服 不要效法扫罗 扫罗受高以后 在亚甲的事上失败了 因为他不能接受 神对于罪恶的判决 乃是要扫罗不留 一口一提 此后 我时常想到 圣灵的禁这件事 我照着所能 完全奉献给神 来接受这个灵禁 我纵然有失败 神仍赦免了我 好像我依靠自己的力量 去努力 终不能得着我所盼望的 终于神带领我 经过这些颠制 我不能指出 我有什么特别的经历 但是当我回顾以往 我能相信他逐渐 将那位可称颂的灵多 而又多地赐给我 唯愿 我能更深地认识圣灵 也许我更能帮助你们 不说什么特别的经历 只是很简单地 把我起初十年的基督徒生活 和我认为 神现在所赐给我的 做一比较 第一我学会了 每日将我自己摆在神面前 如同一个器皿 让他的圣灵来充满 他给了我有福的确据 就是永远的神保证了 他在我里面的工作 有一个功课 是我天天学习的 那就是一切都是神所做的 哦 巴不得我能帮助弟兄姐妹 认识这一点 让我告诉你 你因何失败 你从未全心相信 神能在你身上完成救恩 你相信一个美术家绘画之时 必须注意色泽明暗 比例润逝 你也相信一个匠人制造桌椅之时 定规之道怎样做法 可是你不相信 永生的神会在你里面 造出他儿子的模样来 你们姐妹们 在绣花做手工的时候 真真依照图案 就应当这样思想 难道神不能在我里面 做出他慈爱的旨意吗 刺绣优良的 需要真真不理本位 请记得 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 不能须于离开神 我们有时要神 譬如早晨我们要神 而以后二三小时 却单独生存 然后又要神来 不能这样 神必须每时每刻 做你灵魂的匠人 某次我讲道后 有一位姐妹前来 找我谈话 她十分虔诚 我问她 近来情形如何 她答说 还不是照旧 有时光明 有时黑暗 我就说 亲爱的姐妹 这情形记载在 圣经何处 她回答说 自然界有白昼黑夜 我们的灵性也是如此 不 绝对不 圣经告诉我们 你的日头不再下落 让我信我是神的孩子 同时附在基督里 借着圣灵爱上了我 使我能够 常住在祂的面光中 不断得着祂的同在 曼子已经裂开 至圣所已经开启 靠着神的恩典 我要住在里面 神使我学习在外院 所不能认识的功课 我以天赋的爱为我的家 你问我 满足吗 是否万怨得偿 按照我里面最深的感觉 我能说我现在 十分满意主耶稣 同时也感悟 我还能得到 更丰满的启示 明白祂的恩典 有何等的丰富 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说 这不过是一种开始而已 我们被带进至圣所后 就开始与父维持正常的关系 但愿祂指教我们 使我们看见自己的无有 改变我们 化成祂儿子的模样 拆遣我们出去 做我们同胞的祝福 让我们在诸般软弱的感觉中 倚靠祂 而且赞美祂 纵有这许多弱点 我们还能相信说 我们的神乐意 住在我们里面 因此我们不断地仰望 祂那更丰富的恩典 1879年 在南非的开普顿 和威灵顿一带的教会 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大复兴 许多年轻人 受到圣灵感动 归向了基督 莫安德烈强调 教会的弟兄姐妹 要佩搭起来 做跟进的工作 要勤力做陪谈 和探望的工作 莫安德烈本人 则不间断地 到南非各地的城市和乡村 去召开步道聚会 造就弟兄姐妹的灵性 带领他们更热心参加 祷告聚会 并更多 更密切地亲近主 第七章 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 就不至于受审 1879年末了 莫安德烈得了喉炎症 这是讲道太多 用喉过劳而得的 当时医生劝他 立刻停止讲道 因为喉咙的情形 十分严重 但是他觉得 在开会期间 不便中途休息 结果莫安德烈以后 整整两年失声 很少机会 能登台讲道 这时他才51岁 在他修养就医的时候 他在神面前 考虑疾病的问题 1880年 在他的信闸内这样说 对于苦难 有二种看法 一种认为 苦难是罪孽的管教 一种以为苦难 是慈爱恩典的表迹 我觉得 有这段安静休养的时期 可以使身心得意 可以担负前面繁重的工作 乃是神极大的恩典 然而我怕因此 忽略了前面的一点 我祈求主指引我 特别改正我的看法 1882年 他赴英国就医 在那里他得着了神的医治 莫安德烈自己见证说 在好望角的时候 时常想到 雅各书五章十四至十六节 出于信心的祈祷 要救那病人 我将这个信心医治 当作祷告的题目 与人共导 我觉得这件事 对于我相当严重 究竟我去求治于世上的医生呢 还是请有医病恩赐的人 带我祷告 我想在船上有够多的时间 可以好好地考虑 并且决定这个问题 可是在航程中 我竟然没有特别注意这件事 我只能求主引导 那时我很盼望 见到十堵麦牧师 因他是一个真正属灵的人 大有信心 而且是一所瑞士信心 医治院的院长 但那要等到 我有机会往瑞士时 才能遇见他 我既没有清楚的引导 要我前往瑞士 抵达英国后 就去请教伦敦的名医 齐德医生 齐德医生派一点要给我 吩咐我住在伦敦郊外 不时返来检查 适逢下周 有密德梅聚会 我获准复会 聚会期间 我遇到十堵麦牧师 问他为何我愿意应用 雅各书五章十五节 而信心总是够不上 是因为我怀有思疑 不清楚是否神要医治我吗 如果我继续安静 在其他方面侍奉神 会否引进神更大的荣耀 当然 苦难和试炼 是神用来 竭净他百姓的恩典法则 十堵麦回答说 你受了基督徒 对于苦难的传统思想所束缚 雅各留心分开 十三和十四节内的受苦和病了 关于受苦 他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 他就该祷告 祈求忍耐 但是说到疾病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 出于信心的祷告 要救那病人 对于试探和生命受试炼所引起的苦难 并没有无条件的应许 可以免除 但是对于疾病 却有清楚的应许 我只得承认这分别 因此有了正确的了解 基督徒从世界所领受的苦难 并无应许苦难 可得完全的免除 因这些苦难会洁净他 成为他的祝福 可是疾病则不然 是身内的 不是身外的 身体计蒙救赎 成为圣灵的殿 主就等着向那相信的人 显明他的大能 拯救他们的身体 脱离罪的侠制 到达伦敦三周后 我移宿波德门所主持的 信心医治院 在那里又住了三星期 我很难述说 那时候我所得着的指示和祝福 每早有十六至十八位 同居的人 聚集在神的话语面前 指明何种拦阻 运留在人里面 使人不能支取应许 同时又指出圣经上的话语 来鼓励人相信 而且完全降服 当时赌麦首次同我祷告之时 他引用哥林多前书 十一章三十一 三十二节的话 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 就不至于受审 这里的中心思想 是疾病与医治 疾病是一种惩治 神在爱中审判我们 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 假若我们自己 查出受惩治的原因 一经除去 管教就不是必须的 疾病的用意乃是带领我们 斩断在我们生活上 一切神所憎恶的 在主达到这个目的以后 疾病就可以挪去 在此我无需重申 有时神审判我们 是因着确定的罪 如缺少完全的奉献 坚持自己的意志 以靠自己的能力 来做主的功 失去与主同行所 该有的当初的爱和柔和 疏忽了单单跟随 圣灵引导的谦卑心智 当我们求主 医治之时 有时会看见 神向我们所要求的顺服 是何等细嫩和圣洁 言语难以形容这种情景 当我们求主 真的把他天上生命的活力 分售我们的身体 就有一种圣洁的敬畏 充满我们的心 我们热切地表示 我们准备接受圣灵 使健康能注入 他所居住的身体 叫我们过着完全倚靠的生活 天天向他支取我们肉身的需要 由此 我们开始明白 身体必须顺服至何种程度 甚至最小的部分 也得完全降服 同时主这样 供应健康给相信的人 实在影响了他们 与他最深的联合 我们容易这样想 疾病和管教带给我们祝福 因此就很难想到 医治会带尽更多的祝福 假如医治仅是把疾病挪去 那还有话可说 但是得蒙医治 乃是在疾病的原因 被发现病除去以后 乃是先与永活的主 发生更亲密的交通 与他维持更完全的联合 而后才有医治 这就能叫我们明白 这种医治比较疾病 能带尽更大的和无限的祝福 感谢主 穆安德烈在伦敦的信心医治愿 确实得着了神的医治 从此之后 他再也没有失声过 喉咙也没有沙哑过 在他的余生 主一直给他一个清楚的 和响亮的喉咙 无论穆安德烈的讲道如何拼命 身体如何疲乏 他那老迈的身体 仍能发出刚净有力的声调来 若说他离开南非时 是一个垂危的病人 在他重新回归南非故土时 他已焕然一新 似乎脱胎换骨 经历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 那时圣灵明显地与他同在 他的生命变得更成熟 甚至讲道的音调也变了 话语更有能力 1884年 穆安德烈把自己得医治的经历 以荷兰文写了一本书 《耶稣》 病人的医生 教导信徒要加强信心的操练 在生活中要期望圣灵的浇灌 后来他再将该书 以法文和英文出版 重点强调信心医病 并译书名为《蜀天的医治》 蜀天的医治的出版 是他对神的医治的信心的一个见证 经过了两年多的停止侍奉 神答应了那些为他带导的人 神的恩典的大能 确实医治了他 正如《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 所记载的《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这个赏赐给有信心的人的医治 成为他丰满的属灵祝福的泉源 雅各书十五章五节所说的出于信心的祈祷 是神指定的病的医治的途径 他写蜀天的医治的目的 是为印证真理与神的话语 圣经是吻合的 神的话语在神的儿女中 彰显了他的能力和他的荣耀 第八章 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莫安德烈的属灵经历太丰富了 只凭讲道是知取不尽的 他必须在文字上供应弟兄姐妹 莫安德烈一生的著作 约有二百五十种 有的用和文 有的用英文 有些是巨著 有些是小册 他的书籍超越了文字的障碍 被翻译成各种语文 包括法文 德文 意大利文 西班牙文 瑞典文 丹麦文 俄文 阿拉伯文 马来西亚文 日文 中文等 综合他的信息 共有三点 一 祷告的工作 二 圣洁的实在 三 圣灵的需要 在他的一本 记事部首页写着 神将他的话当作种子 播种在我们心里 这种子又借着我们 向神所说的话 而结果累累 我们祷告的话 乃是我们播种在神心里的种子 神留心他的化结果子 使之成熟 我们也应当注意我们所种的祷告 留心是否结果子 信徒不忘却他所祈求的 才能认清神的答应 在祷告上软弱 乃是一种病态 基督的教会和千万肢体的属灵生命 受到一种基本疾病的严重摧残 就是忽略了在隐秘处与神交通 撒旦力图占据基督徒的内侍 因为他明白 只要信徒在祷告上不忠心 他们的见证就不会影响他的国多少 穆安德烈认为 祷告乃是神祝福的唯一途径 他说 神寻找带导的人 他不会 也不能将工作从教会的手里夺去 神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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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人带导 千万的灵魂正在沦亡 带导是世界的唯一指望 1883年 穆安德烈创设查经祷告联会 主要的目的是在鼓励信徒天天读圣经 激励信徒为明确的目标常常祷告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每个参加者只付一先令 即可收到一份附有每日课程和祷告程序表的日历 另外加上几本有帮助的和有益处的书籍 联会开始时规模不大 后来会员迅速增加到二万名 成千上万的人因着参加联会 得到了鼠灵的供应和祝福 穆安德烈担任他主编的每日灵修刊物 灵权达四十余年之久 神的恩典和神的工作深入威灵顿许多人的心中 许多信徒因此真正为神而活 在今日的教会中 恐怕大多数的信徒都不清楚 他们乃是蒙照做完全的人 他们很少明白 他们的责任不只要敬钱 而且要十分敬钱 照着神所能做的 充满了恩惠和圣洁 这里不是一种较高的权利 由你自己拣选或者拒绝 哦 信徒啊 神没有让你自己规定 究竟接受不接受圣灵所要赐给你的丰满祝福 一般人根深蒂固地相信 天天犯罪是必须的 一日不犯罪是不可能的 甚至相信神的话也是那样教训 因此他们的思念完全不能了解 新旧两约在这点上有天壤之别 脱离罪的倾向 和借着基督内住的能力 在罪的倾向上有之时 脱离犯罪的实际 这两件事混淆不清 是普遍的现象 以致人们反而认为 把律法写在心里的应许 和旧约的生活分别出来 是一种危险的道理 人把这个奇妙的应许看作平常 把经过裂开的慢子 进入至圣所的恩典 展颜至另一世界 神的圣洁优美绝伦 是言语无法形容的 是肉眼不能看见的 神没有为人设立别种圣洁的标准 不管从太阳或从阳烛发出 光的性质都是相同的 照样圣洁的性质恒久不变 不论在神里面或在人里面 奥古斯丁说 赐你所命的 命你所愿的 圣经中最奇妙的字 乃是在基督里 神的圣洁要求向着罪死 在基督的十字架上 他启示了圣洁的律 圣洁乃是我们的意志 完全进入神的意志 或者更正确地说 神的意志进入 致死我们的意志 顺服并非圣洁 后者较前者更高 但是圣洁不能缺少顺服 圣洁不能单独存在 基督因他的神性 有效的洁净 而且除去了罪 使他能实在地把属灵的生命 交通在我们里面 他能进入我们的最深处 并且住在我们的最深处 只要我们相信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是神 是永生的耶和华 是创造万物的主宰 他就要在我们内心生命中 显明他的全能 我们越认识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性 和他与神的完全合一 就越有把握 知道他要施展属灵的能力 使我们有分于他的工作 他的生命 和他的内住 应当提醒信徒 深于心思 感觉 和意志 深于这三者 所在的魂 在神所更新的灵的深处 让圣灵前来居住 主在他的圣殿里 全地应该在他面前肃静 圣灵住在你的隐秘处 接受这个实际 作为基督的生命 在你里面的秘诀 这个永远的生命 要成为人的生命 藏在人格的意识的后面 显于仁义和生活的外形 他与我们合一在一种 属灵内住的绝对情形之下 正如父在子里面 儿子在父里面一样 他的能力 从隐秘的深处出击 占领了心思和意志 使这个在人心隐秘处的内住 长成一个满有他丰满的人 圣灵的禁 是主耶稣工作的荣耀冠冕 如果我们盼望过 一个真的基督徒生活 就必须得着圣灵的禁 而且知道自己是已经得到了 这个比较圣灵重生的工作更深 乃是基督自己的灵 将基督带来 在他荣耀生命的大能中 常住在我们心里 这是基督耶稣之生命的灵 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 叫我们享受自由 亲身经历基督的救赎 这件事在许多重生的人 只是一种寄存的祝福 尚未实在得到 或者实际享用 这些天赋的能力 使我们能面临危险 而不畏缩 且能胜过各种仇敌 不论我们自认已得灵禁 或者盼望能得圣灵的禁 有一点是定规的 这种灵禁的生命 必须在交通里 必须向主维持忠诚和顺服 才能得到继续或更新 1912年4月11日至14日 在南非的斯特兰堡 举行了一个同工聚会 讨论一般教会 普遍存在的冷淡情况 莫安德烈应邀在这次的 同工聚会讲话 在讲话中 莫安德烈认为 缺少属灵的能力的内在原因 必须往新的深处去探寻 找出邪恶的根源来 莫安德烈的信息 开启了与会的 二百多个同工的眼睛 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和响应 他们突然醒悟到 教会之所以软弱 是由于没有彻底的对付罪 教会固然需要悔改和恢复 每个工人自己 也应该起来对付罪 同工们又看到 在所有邪恶的罪当中 缺少祷告是一个明显的罪 几乎参加聚会的同工们 都承认这个罪 教会荒凉的情况 明确地显示出 教会缺少有信心的 和不歇的祷告 莫安德烈又强调说 属灵的工作 必须以祷告为根基 同工聚会之后 莫安德烈把该天信息 以荷兰文写了 《祷告的生活》这本书 后来 他的同工道格拉斯牧师 又将之翻译为英文出版 第九章 离世与基督同在 莫安德烈的晚年 适逢世界大战 外面虽然充满忧患和骚扰 他的灵却进入神的平安 一天身似一天 他家里的人写着 父亲现在说话非常稳静 很少用力 声音不太宏亮 但极有灵力 似乎是永世边缘的来生 照着神的旨意 逗留片刻而已 他喜欢活着传达神的信息 他很少说话 节省力气 为主工作 然而他的一生中 从来未曾如此愉快和平安 世界和其中的趣味都几中止 唯独神的国和神的利益 夺占了他的心意 他已多年受血管硬化的痛苦 1916年8月间 患了一次流行性感冒 纵使能以恢复 却未完全复原 神正轻轻地拔出 他那地上帐篷的栓子 某日他坐在廊下 远眺海洋说 海浪飞溅何等美观 今天的海真是丰满 犹如神的大爱 辽阔无边 奔放满意 见到美丽大海 岂能怀疑神的大爱 一波又一波 似乎明告我们 你们当幸福神 他实在奇妙 实在伟大 他是那位全能者 我要记录下来 使众人知道 这位奇妙伟大的神 是何等可爱 何其温柔 宽恕了值得灭亡的人群 我们对神应全心相信 一心倚靠 人实在无法测透他的伟大 高贵和大能 在穆安德烈离世的前夕 及他准备就寝之时 他说 我们既有一位这样伟大 荣耀的神 就应当常常在他里面高兴快乐 他于是又祷告着 哦 永远可称颂之荣耀的神 用你的恩慈满足我们 叫我们一生在你里面欢喜快乐 满足我 使我也能常常以你为乐 一尘他的脉搏软弱 时而清醒 时而昏迷 穆安德烈清醒时 向他的女儿说 我的孩子 要信服神 不要疑惑他 过后又说 神是值得信靠的 此日 穆安德烈平安离世 与他长久忠心侍奉的主同在 时在主后 1917年元月18日下午 6045分 享受89岁